我要跟凡奶奶走 走出了青春的步伐 对 我觉得有一种女大不中流的感觉 女儿太大了 哇 难道这是一对双胞胎吗 这是李群穿越了 哇 太温馨的场面了 这个姐妹花 你们两个的笑容一样灿烂 特别美 来 说说自己的感受吧 还嘚瑟不 天天我年轻 我皮肤嫩 不嘚瑟 主要是 我主要想的是 要是我真的有这样的婆婆的话 就挺担心的 你那么想做人儿媳妇啊 压力太大 李群 我说话说实话 我十几岁的时候 真的是挺惧怕这衰老的 但今天在这个场上 就我觉得我特别适应了 我就特别真的是 我就都放下了 对这个年龄这个概念 因为我觉得 真是在任何年龄 都可以收获美好 或许呢 越有年龄这个沉淀 可能越美好 来 李雨昕呢 我今天是学到了 我们家所有裙子 加一块可能超过三件 就是我觉得穿裙子 特别麻烦 裙子配完以后 要高跟鞋 然后头发要注意一下 然后再配上耳环项链 我觉得做女的 就特别麻烦 但我今天觉得真好看 我回头要满意 特别就是 不拎不拎大裙子 我下回来 我就穿着 我就坐那儿 我觉得你们刚才 这么一走啊 就三个字 没法比 但是后来我又想 只是在舞台上 觉得没法比 但你们也有你们的美 其实在生活当中 真正有本事的人 是可以让时间静止的人 或者让它更缓慢的人 我们有多长时间 在生活当中敷衍自己 但是这三位回忆 他们每一步 都走得很享受 所以今天三位妹妹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教会了我们生活 最朴素的道理 就是无论生活 如何曲折 我们一定要享受 当下的每一步 别人的每一个回眸 每一个眼神 对你的认可 以及你在生活当中的 每一步付出 这样的人 是值得期待的 谢谢三位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三位妹妹 谢谢大家 谢谢你的主持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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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